各位鼎姐妹朋友,主来平安 感谢主的大令又再次在这个养乃恩主的短片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些信仰经历和体会 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改篇的比喻故事 在这个国家的里面,当中有一个农夫 他是一块田园的主人 他在园中种了一棵很漂亮的竹树 主人花了很多心思心机去栽培这棵竹树 他每天清早起床都会亲自淋水 当他发现有枯叶或者有松柱的竹叶的话 他就会去清除 主人栽培这棵竹树栽培得无微不至 竹树更成为整个田园当中最漂亮的植物 竹树也很感激主人的栽培之恩 经常想着如何报答主人 有一天主人走到竹树的旁边 主人跟竹树说 竹树呀,你生长得这么好、这么漂亮 不枉我付出一番的心思栽培你 现在主人要善待你、善用你 发挥你的恩赐才能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呢? 竹树很快地回答主人 主人,我正想要报答你知遇之恩 栽培之恩 怎会不愿意呢? 主人接着说 但是我要善用你,是要先将你斩下来 当竹树听到主人这么说 内心看似有些不安 内心即时产生很大的挣扎 他一方面真是很想报答主人 知遇之恩、栽培之恩 但另一方面又想到自己 明明是田园中生长得最漂亮、最好的植物 如果斩了下来 还放在泥地上 不单只没有了田园中生长得最漂亮、最好植物的地位 更会变成屈居其他植物之下 主人见到竹树面有蓝色 知道他内心一定很挣扎 主人就对竹树说 如果我不先将你斩下来 我就不能够好好善用、善待你 你的恩赐才能就不能够好好发挥 祝福到自己又祝福到别人 竹树几经挣扎 忍痛地答应主人的要求 主人就用一把锋利的斧头将它斩下来 还放在泥地上 竹树被斩的时候其实很痛 但为了报答主人的恩 他甘心去忍受 第二天 主人又再去找 还放在泥地上的竹树 主人对竹树说 现在我又要剪走你身上的竹树 这样我才能够善待你、善用你 发挥你的恩赐才能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呢 竹树听到主人这样说 内心有一轮挣扎 之后竹树开始有点不开心 他跟主人说 我昨天都已经接受被斩下来 摊在这里 今天又要剪走我身上的竹树 现在我唯一可以夸口 就只有我身上翠绿色的竹树 难道连那么小小我可以引以为傲的地方 你都要拿走 主人带着肯定 又怜悯的表情和语气 同单在泥地的竹树说 如果我不剪去你身上的竹树 我就不能够好好的善用你 发挥你的恩赐才能 也都不可以使用你去祝福到你自己 也都祝福到别人 竹树听到主人这么诚恳和他表达 他心想 毕竟自己说过要向主人报恩 竹树含泪接受 主人用一把利剪 将他身上的竹树剪走 拿走他身上可以夸口 和引以为傲的竹树 又到了第二天 主人又去找已经摊在泥地上 没有了竹树的竹树 主人又跟竹树说 今天我要将你身上 所有的竹枝都要削去 这样我才能够善待你 善用你 发挥你的恩赐才能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呢 竹树听到主人这么说 今次他反应很大 向主人发脾气 他跟主人说 你看我现在已经两次听你说 摊了在这里 身上没有了竹树 现在你还要削去我身上的竹枝 变成干涂涂 由全个田园里面最漂亮的植物 变成全个田园里面最丑的植物 我不明白主人你的意思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真的不明白 接着竹树就哭得很厉害 很不奋气地说 主人 你说怎样就怎样 好像受了很多委屈 无奈地接受一切 主人做一次 耐心地 诚恳地 温柔地 和竹树说 现在你虽然不明白 将来你会明白我对你的心意 原来主人上去竹树身上的竹枝之后 再用了打通他身上每一个的关节 使到他成为一条可以引水灌溉的竹树 造福整个田园和里面所有的植物 甚至所有田园里面的植物都前来多谢竹树 竹树现在的美不单止外在的美 更展现出内在的美 内涵的美 竹树终于明白主人对他的心意 圣经针言三章五到六节提醒我们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致印你的路 这个故事配合圣经的经文提醒我们 其实有时我们人生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起初不能够完全明白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专心仰赖上帝 认定上帝 相信他一定有最好的指引 带领和安排 上帝一定会善待我们 他一定希望能够发挥我们的恩赐才能 祝福到我们自己 又祝福到别人 荣神益人 以上简单的分享 盼望我们能彼此面临 一同信靠上帝养乃恩主 中文字幕날 UNT dinosaur 祝福到别人 由你为了 日子 我要满心 祝福到别人 蚊 HIV 救药 水 自下 女 这样愿逼 主 为你的恩手 我要满心坚振 由辅助请求 到时连所难 到我个你正路前行 我出生前你已想自我 到了今天亦有帮助 为我逼救一 照我出客游 在你圣洁国都人类 主 为你的恩人 我要满心坚振 由提示安慰 到时被换求 内里有你内念情意 主 为你的恩人 我要满心坚振 但要尝思想 早夜宿舍 静爱见证地大能 要满心坚振 你的恩孩 往往多伤 你又奉上 先会收嘴 用世调背足 让我登役传 便我再看天音处传 神啊 神啊你恩蝶 太美妙神奇 陪得万众青事 我要以今天 为祭献给你 被继续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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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祭献给你